公主,现在大梁皇帝已有皇后了,您还想嫁给她吗? 不嫁给她,我嫁给谁? 本公主长得这么好,武功这么好,大梁皇帝上马背上转转的人,她一定喜欢本公主这一块。 公主,您也别担心,一努必看,那成亲王也不错,他相貌俊美,风度翩翩,听说他还没有正妃,不仅如此,他府上连一个女人都没有。 那个人不是我喜欢的类型,总有一天我要把这废后给弄死,什么皇子玉公主,有本公主在,皇帝还能少了二子女儿吗? 姨妈,入宫前多准备些东西,入了宫,就没这么容易出来了。 是,公主,奴婢知道了,刚腾出手来的西梨莲玉也在等消息。 王爷,打听到了,什么情况? 听说这位废后种出了高产粮食,高粮母产能达五蛋,包谷母产可达十二蛋,更有一种叫土豆的东西,母产能达三十几蛋。 不可能的,这怎么可能? 大梁国皇帝信了? 应该是信了,要不然不可能重新立后。 想方设法拿到这优质两种的培植方法,找一些这些种子,尽快让宋回西梨市众。 王爷,这大梁国的冷宫皇后,看样子不一般呢。 若有机会,本王真想会会这大梁国的皇后。 好了,不说这些了,那巧机房的幕后人可找到。 打听不到,这巧机房的武器不做他国生意,除去武器外,别的巧机房生意倒是不静止。 西梨连狱心里非常的清楚,大梁国三年仗打下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 恐怕与这个叫巧机房、清元阁、锦珠阁、百姓石铺、千鸡楼怕是不无关系。